字幕志愿者 Sharkğı 字幕志愿者 张文宣 你北京来的 itz jsou 6.10.15 不讷入下面看 那裙 glasses 也就 nevertheless 在沱莫 我和你親吻死定我來生 你家的姑娘家給我 像的話鼓掌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呈仙 那你剪的時候是要靠些什麼樣的技巧 畫圖的技巧跟判斷力 那再剪一次的話大概是多久時間 大概兩分鐘不到 這個一個四方的話 您是從哪裡開始著手 看狀況 前後左右上下都可以 普通是色紙嗎 就一般壁報紙 然後照他輪廓這樣子 沒有說從鼻子啊嘴巴啊那樣子 看狀況 鼻子開始比較多了 那如果說我們外行人學的話 有沒有辦法 你有畫圖基礎來學都要更快 我現在看到你那個圖上 那些花是您自己加上去的嗎 有的客人需要加的話就幫他加 有的本身化妝的那麼發洽 有什麼辦法可以這樣剪吧 我就看了他的神韻風采 我就這個紙張就轉來轉去 小姐你來快點來免費的 對 麥芽那不是啊 對 對 那有加什麼東西嗎 有 這個是砂糖加麥芽 然後再加筍 然後就把它熬成這個 像這個瓶狀 就可以開始來畫了 然後我們稍微再把它整形一下 微整形就好 整形一下 一做這個的話 你必須要先學會會畫 大概是這樣 那有沒有什麼比例 沒有比例 都沒有 做這個多久了 今年大概第四 三十二個年頭了 那你每次都要準備一些食材 準備一些麥芽糖 對 麥芽糖跟砂糖 這個都是必備的 那要先學會這個塑造的東西嗎 不用 其實這是靠個人的修行要重要 師傅教的其實是一個基礎 一個基本 沒說這個是要有被他基礎的 對 有一點點就不容易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學的 家裡本身是家庭事業 跟師父跟大哥他們學的 家裡六個兄弟裡面五個兄弟在做玻璃 在已經三十幾年了 這個作品當然這個中間一定會有這個挫折 那有挫折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讓他去克服的 畢竟這全部都是手工的 有挫折的話 裂開爆開 要重新再做 這個作品大概要多久 十年完成 這一次要做三個多小時 當然貓頭要做三個多小時 因為它有配件方面 不好做 它長度有 玻璃有溫差 你越長的話 它溫度越不好做 那對於這個玻璃的話 那個顏色呢 有色玻璃是材料 材料本身有材料我們才能加工 要做多大隻 我們就用多大的材料 那你剛剛講那個魚這麼大隻也是 抱在身上做 不是 像這隻叫做藝術造型 它藝術造型是用玻璃窯 用鐵管挖出來雕塑的 它可以做很大隻 很大件 一隻做起來 一二十公斤 手工的 不可能 普通外面有賣那種 空心的玻璃 那它是用哪種做的 空心的玻璃也都是進化的 空心玻璃相信催制的 叫空心 這是實心玻璃 再來就是跟人 跟介紹的 這是拉絲的 這叫拉絲玻璃 像網狀 像抓魚那種網 網字 這叫拉絲玻璃 剛開始做的時候 它的接縫點 比較會亂 因為拉絲的 就像網子 它的間隔要 一氣合成 才會拉出來漂亮 這個 是實心的 對 整支玻璃 這實心玻璃放下去 慢慢做成的 這實心玻璃 也是這樣子 用手這樣慢慢做出來 對 這麼重的話 你怎麼抱呢 你不怕它破掉嗎 這樣是 做一隻手 放掉 一隻要做好幾個小時 這樣 這個就是用吹的 吹瓶子一樣 對對對 這是用吹的 一定要玻璃棒 這個 手感 要活 單單這兩隻玻璃棒 拿著這樣拿一個禮拜了 玻璃又分為硬質玻璃和軟質玻璃 硬質玻璃就是所謂的高級玻璃 必須特殊定制 早期的軟質玻璃在燒之前 必須放在爐子上 讓玻璃棒先有溫度再來加工 否則會邊燒邊裂 而現在的硬質玻璃棒 單純多了 烤氧氣跟瓦斯 結合在一起的沖力 依火的強度來燒製 假使作品大的話 就要用粗一點的玻璃棒 一粗的話 遇難燒 一支玻璃棒它平均長度約160公分 玻璃要先軟化下麥芽 才能雕塑 別小看這溫度 可是一千多度呢 那你這樣沒有打算收學生嗎 妹 現在的學生啊 又不能講 講的叫他他就要報你 不像以前我們 做徒弟啊 似乎都是玻璃棒 不聽話就打著 就敲著 現在你來看看 他說 他就要跟你靠啊 現在手上做正式是馬上有錢 因為今年馬年 配合今年馬年 讓大家 個人啊 馬上有錢 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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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